大家好,最近刚刚读完《做自己的生命设计师》这本书 我们将结合老子的智慧来进行解读和分享感悟 首先是书籍介绍 这本书是斯坦佛最受欢迎的生涯规划课 他用设计思考的这个方法来重与问题 打造全新的生命难途 作者是比尔·伯内特和大夫·埃文斯 两位都是斯坦佛的教授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这本书的话 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 这本书不论对二十四十或者六十的人 不管你是刚刚踏入社会 或者你想转换跑道在中年转职 或者临界退休的人士 在生命的各个不同的阶段 都有启发性跟实用性 这本书举了三个例子 第一个 艾伦他因为喜欢收集石头 所以他练了弟子戏 而且他从弟子系毕业了 但他毕业以后 他发现他自己并不想当弟子学家 因为他对于地球是如何形成 组成物质是什么 前因后果又是什么 其实他不太感兴趣 二十三岁的他呢 不晓得该如何工作 更不晓得人生的路该怎么走 大学练什么 以后就得做什么吗 很多人都误以为是 大学练什么 以后就得做什么 其实四分之三的大学毕业生 后来做的工作都和自己的主修无关 书中的第二个例子是 35岁的艾伦 他从小到大都非常努力的练书 到35岁左右 他一帆分顺 从来不曾跌倒 他先是毕业于一流大学 他练完了顶阶法学院 接着进入专门打大官司的法律事务所 眼看着他就要功成名就 不论是大学 法学院 婚姻 事业 人生的一切 他样样心想事成 他靠着他自己 坚强的意志和奉法图强 要什么有什么 他可以说是成功 人事的典范 是别人家的孩子 但是他其实是有一个小秘密 他有时候下班 往上了 他坐在硅谷 最富世民的法律事务所 开车下班以后 他坐在他自己的阳台上 流泪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 得应拥有应该追求的东西都有了 但他却非常的不快乐 是不是说只要成功就会快乐吗 很多人认为只要成功就会快乐 实际上是真正的快乐 来自于打造适合自己的人生 书中的第三个例子是唐娜 他同一份工作做了超过30年 他的房贷也差不多快剿完了 孩子了 也拉扯到大学毕业了 他平时也有好好的存退休金 所以他其实拥有踏踏实实的事业 和踏踏实实的人生 每天就是日复一日的起床 上班 脚站单 回家上船睡觉 做做同样的事 但是他有时候到了半夜 两点的时候醒来 他站在浴室的镜子前面 自己问自己 我究竟为什么要过这样的人生 他其实跟真理是很像的 只不过他趁的时间 会比真理要久一点 年纪大了 想做什么重大改变都来不及了吗 很多人认为会太迟了 实际上设计里热爱的人生 永远都不嫌迟 这本书的重点是用设计思考 英文叫做Design Thinking 这个设计师们是靠着这个设计思考 这个方法来解决问题 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东西都是来自于设计 比如说我们办公室里或者家里的那些平板 手机电脑椅子桌子 生活中的每一样东西都源自设计 而每一个设计的起点都是设计师或者设计团队想解决的问题 而这本书呢 就是用这个设计思考的原理来设计你的人生 两位作者比尔和大夫认为 不管是谁 不管你身处何方 不管你现在或者先前的工作是什么 不管你现在多老或者多年轻 都可以借着这些设计出美妙的科技产品啊 桌子椅子啊 空间的这些设计思考这个方法 来打造专属于自己的事业与生活 并且活出圆满有趣 创意无限 魅力无穷 生产力十足 永远有惊喜 等在前方的人生 这本书一共有12个章节 第一章是从此时此地做起 你总要从某个地方开始 然后给自己一个人生的罗盘 你要知道自己要往哪里走 找出一条路 如果你路卡住了会怎么办 自己的生命要自己来设计 然后要学会打造圆形 要了解找不到工作是些什么办法 然后要开始设计自己的梦幻工作 然后要学会选择幸福 然后学会对失败免疫 不要害怕失败 勇于尝试 学会建立团队 学会与人合作 最后要好好在设计生命以后 要知道要怎么做 这就是这一本书的介绍 做自己的生命设计师 结合老子的智慧来解读和分享感悟 第二部分 由此开始 在斯坦佛的设计工作室外 有一块牌子 上面写着 你在这里 You are here 这块牌子深受学生喜爱 因为它有种唤醒自我意识的作用 不管你希望达到什么目标 无论过去的经历 或对未来的期待 都要从此时此刻开始 在任何地方 面对各种生命设计的挑战 设计思考都可以帮助你 铺设未来的道路 然而 在确定前进方向之前 首先要了解自己的单向位置 以及需要解决的设计问题是什么 决定好要解决哪个问题 可能是人生最重要的决定 因为人们有时候会花上数年 甚至一辈子解决错误的问题 书中作者Dave的例子 Dave从小就很喜欢看 海底世界的电视节目 他对海报特别热爱 他认为最酷的事 就是有人付钱让他喝海报玩 Dave误以为自己注定要成为海洋生物学家 这与他的高中生物老师 史特劳斯有关 史特劳斯老师教得非常生动有趣 这让Dave感到自己对生物很有兴趣 尽管他其实喜欢的是老师的教学方式 而非生物本身 Dave进大学时 坚信自己会成为海洋生物学家 然而 斯坦福大学没有海洋生物学系 他选择了主修生物 然而 他很快就发现自己讨厌生物学 并且成绩也不理想 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 亲近科学 在生物实验室做研究 这样可以让他朝着 研究海报的目标更近一步 于是他开始进行RNA研究 这基本上每天都在清洗事馆 这让他感到无聊 而且痛苦 这样一个学期 接着一个学期过去 助教们常问他 为什么选择生物作为主修 每当这时 他就会提到斯特老师老师 海底世界和海报的故事 但每个人都告诉他 你对生物不在韩 也不喜欢生物 应该放弃这个主修 你唯一擅长的是真论 或许你该当律师 最终 Dave放弃了成为 海洋生物学家的梦想 转到了机械工程系 过上了成功且快乐的日子 问题是 他已经浪费了两年的时间 如果Dave当初在高中毕业时 就能以设计师的角度来思考 他或许会用新手的心态 来解决大学主修的问题 他可能会对海洋生物学家的日常工作 感到好奇 并且去请教真正从事这个职业的人 甚至到海洋研究站 询问相关问题 并尝试亲身体验海上的生活 看是否如电视所见的那么美好 Dave一进大学就下定决心要主修生物 浪费了两年的时间 最终才发现这并不是最适合他的选择 总的来说 Dave的经验告诉我们 在决定未来方向时 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和好奇心 并进行充分的调查和尝试 而不是急于下定结论 许多人浪费大量时间在解决错误的问题上 如果幸运 他们可能会遭遇挫折 被迫面对现实 转而解决更适当的问题 不幸的是 如果一个人足够聪明 他们可能会成功的解决那些错误的问题 并陷入所谓的成功诅咒 十年后醒来时 才会质疑自己是如何走到这一步 为什么感到这么的不快乐 就像前面的第二个例子里面的 那个在阳台上痛哭的真理一样 所以找出问题 找出正确要解决的问题 然后解决这个问题 才可以是我们拥有 优秀设计蓝图的人生 这也是老子所讲的 知人者知 自知者明 本章样强调的是 了解自己的问题并不容易 认识自己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有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 自己真正要什么 或者希望摆脱什么 只是模糊的感到对人生不满 渴望一些不同的东西 或更多的收获 书中建议 把你以后要做什么改成 你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然后设计生命史需要用到这五种心态 第一是要有充分的好奇心 第二要勇于尝试采取行动 第三要重与问题 第四要有自我抉择 要学会复盘思考 总结 第五要通力合作 书中也提到了 所谓的热情的指导 以热情为导向 来设计里的人生 他认为 大部分的人都不晓得自己的热情所在 对多数人而言 热情是试过之后才会出现的东西 要先试 才知道喜不喜欢 然后才能精通 人们无法事先就知道热情所在 总的来说 热情是良好生命设计带来的结果 而不是源头 如何找到真正要解决的问题 要从You are here 从此时此刻开始 这个此时此刻包括要从健康 工作游戏和爱 四个方面入手比较好 而健康是最重要的 健康包括身心灵三个方面 身体健康 心灵健康 心理健康和心灵健康 健康是所有这一切里面 最最重要的 是所有一切的基础 从此时此刻开始 书中建议 在这四个方面给自己打一个分数 从0%到100% 健康是最基本的 然后是爱 然后是游戏 然后是工作 这样子你知道 你在这里 从这里开始 然后从这里 此时此刻开始 去找到你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 做自己的生命设计师 结合老子的智慧来解读和分享感悟 第三部分 自知者明 你的价值观是什么 你的工作观和人生观是什么 书中有这些问题建议你来找出自己的工作观 第一 为什么要工作 第二 工作是为了什么 第三 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第四 工作和个人 他人 社会有什么关联 第五 什么叫好工作或值得做的工作 第六 金钱和工作的关联是什么 第七 经历 成长 成就感和工作的关联是什么 我自己根据这些问题也做了一个自我测试 找出工作观 第一 为什么要工作 我认为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方式之一 它可以养家糊口 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那工作是为了什么了 我个人认为是自私起立和社会产生联系 每个人的存在就是价值 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可以成为有价值的人 对社会做出贡献 工作和个人 他人 社会有什么关联 最重要的关联是可以建立良好的与自我的关系 与他人的关系 与社会的关系 什么叫好工作或值得做的工作 简单来说 一方好工作就是 你会做 你爱做 你觉得有意义感 并且能带来收入的工作 金钱和工作的关联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是正向的 付出越多 一般来说 付出越多 回报就越多 经历 成就 成长 成就感和工作的关联是什么 基本上也是正向关系 总的来说 你的报酬 由你在工作中能带来的价值所来决定 第二个是找出人生观 人活在世上是为了什么 人生的意义或目的是什么 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家庭 国家 与世上其他事 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意义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世上是否有够崇高的力量 例如神 或者其他至高无上的事物 有的话 那对你的人生造成什么影响 喜悦 悲伤 正义 不公 不义 爱 和平 冲突 在人生中扮演什么角色 通过这些问题 我也做了一个小小的自我测试 找出自己的人生观 人活在世上是为了什么 我个人认为 就像道圣和夫所说的 是为了修行 因为人走的时候 什么都带不走 除了离开时 灵魂比来的时候要高贵一些 人生的意义或者目的是什么 其实人生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可以赋予它意义 那我个人认为 人生的意义可以是 让世界变得更平等 更美好 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世界上每个人 都是他的世界的主宰 我是我的世界的主宰 他人是自我的投射 家庭国家 与世上其他的事 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意义 可以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什么是上 什么是恶 我个人认为 和道 天成就是上 就像老子所说的 上者不多 多者不上 道行逆施 就是恶 不和道的 就是恶 不符合天道的 世上是否有更崇高的力量 例如神 或其他至高无上的事物 有的话 那对你的人生造成什么影响 我个人认为是有的 就是道 他对我的人生造成了非常正面的影响 他让我能够勇敢的面对这个世界 而且是我三观的基础 就是老子的思想 老子的智慧 就是老子所说的道 而我认为道是至高无上的 是一直存在的 先天地生 喜悦悲伤 正义 不公不义 爱和平冲突 在人生中扮演什么角色 我个人认为喜悦悲伤是情绪 爱是最大的能量 我们要追求正义和和平 反对不公不义 要运用老子的智慧来解决冲突 书中还提到了 工作观和人生观是否整合 是否一致 一 我的工作观与人生观 有哪些相辅相成的地方 第二 哪些地方彼此矛盾 第三 工作观能否促进人生观 人生观能否促进工作观 怎么说 我的工作观与人生观 有哪些相辅相成的地方 我个人认为我非常幸运 因为揭示到了脑子哲学 然后可以运用脑子的智慧 在工作中 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哪些地方彼此矛盾 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发现有什么矛盾 唯一不太满意的是 毕竟是我是一个打工的 实际上很多时候 是没有办法有休假自由的 一年就是有一定时间的休假 当然希望有一天 自己可以达到休假的自由 工作观能否促进人生观 人生观能否促进工作观 怎么说 我觉得是可以的 它们是互相促进的 工作观总的来说是数 而人生观是道法术 是相辅相成的 人生观实际上是 人生的战略指南针 然后工作观是 可以落地的方法论 书中还强调了 另外几个问题 第一个 一种无效的想法是 我理应知道要往哪里走 其实在人生做生命设计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是不知道 谁是应该往哪里走 但是你永远知道 自己是否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这个正确的方向就是 你的工作观和你的人生观 是否一致 如果是一致的话 你就是朝着那个正确的方向 在前进 第二个无效的想法是 说我卡住了 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可以重移的 你可以说 我从来不曾卡住 因为我永远会发想出 各种各样的点子 可以迂回曲折 去解决那些问题 第三种无效的想法是 我得找到正确的 单一的点子 其实很多时候 是可以需要很多的点子 然后替未来探索 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书中还提到了一个重力问题 就以骑自行车上坡为例 其实你是无法改变重力问题的 因为你必须要改变地球的轨道 才有可能摆脱重力 而那是相当疯狂的目标 基本上我在我每个人的人生中 都达不到 对不对 所以他的建议是 算了吧 接受这个现实 而你一旦接受 你就自由了 他建议改从情境下手 找出能做点什么的事 比如说你碰到这个骑单车 爬坡很吃力的问题的人 你可以说 第一去买一个轻型的单车 第二你试着减重 第三学习有效的 最新的爬坡的技巧 书中还谈到了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船毛的问题 那个船在那里stock了 他建议的话是 fail fast and fail forward 哪怕早一点犯错 灵活激动的进行改变 会比较好 其实就像老子所说的 上上若水 像水一样 欲飞曲折 一直往前进 居上冤 冻上石 重力问题和船毛问题 我们要学会区分 重力问题 其实就是原则 是规律 是道 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 而船毛问题 是可以改变的 我们更应该像水一样 要有弹性 我们只是需要花卉 非常多的时间与精力 往往不值得去做 因为ROI太低 Return on investment太低 投资回报不成正比 但是我们还是要学会区分 面对资论率问题 我们唯一能接受的 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它 然后面对船毛问题 我们要做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是去解决它 还是不解决它 因为它的投资回报率会非常的低 所以很多时候是不用去解决的 但有的时候也是可以 顺势而为去把它解决掉 做自己的生命设计师 结合老子的智慧来解读和分享感悟 第四部分 维学日益 在这一章里 作者建议我们采取各种不同的办法 来设计我们的人生 其中用从专注游戏心理游三个方面来做一个试验 当你在专注的状态下 你会从事什么事情 从事什么活动 当你喜欢游戏的时候 你会做些什么事情 还有当你能够达到心理游状态的时候 你会做些什么事情 然后我就用这个方法做了一个小小的试验 对我自己也做了一个测试 我发现当我在写什么东西 或者看什么东西 或者在present什么东西的时候 其实我是蛮专注的 所以我就写出了这三个吸引目光 完全不同的词汇 一个是write 一个是watch 一个是present 然后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慢跑的 然后也比较喜欢hacking 比较喜欢relaxing 在尤其周末的时候 然后也比较喜欢 我是一个content creator 我喜欢做这个油管的视频 所以我就选了这三个 也是完全不同的三个词汇 一个是jog 一个是relax 然后一个是create 然后什么时候能够达到心理游的状态 我觉得我在写blog的时候 或者我在读一本 比较有趣的书的时候 或者我在做meditate的时候 是会比较能够达到心理游状态的 所以我就写了这三个词汇 blog read和meditate 然后按照出众的建议 我就把这九个词汇 放在一起 然后进行了一些排列组合 写出了九个句子 我自己很可能会做的事 能够从专注游戏和心理游这个状态 做的事 然后我就 而且还做了一个归纳整理 看什么样的职位职业能够比较适合 然后我发现 也自己也比较惊奇的发现 一个就是说writer可能是比较适合的 第二个是presenter 是去做演讲 就是现在我做的这个事 然后第三个就是reviewer 看自己做的节目 或者说看其他自己感兴趣的节目 也是一个评论家吧 一个reviewer 做这个试验还是蛮有趣的 然后我们就发现 其实我们可以都拥有 众多不同人生的经历 才能和兴趣 而每一种人生其实都蛮好玩 也很有趣 也非常的丰富 人们常常有的一个无效的想法 就是说我一定得找出最好的人生愿景 然后以定计划 接着着手执行 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可以重移的 我其实可以活出多种美好的人生 当然也可以以定各种计划 然后我得选择 接下来要先开辟哪一条路 一步一步去走 然后其实是可以改变的 可以尝试不同的 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生设计 和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生 然后书中还讲了一个 比较切实可行的计划 就是说未来五年 你做一个odicite plan 奥德赛计划 然后未来五年 这三个奥德赛计划 一个是做你现在目前继续做的 第二个是如果现在做的发生改变 你会怎么做 第三个是当金钱和面子 都不成为问题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 然后我也这个计划 也做了一个尝试 可以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第一个就是继续 你现在目前所做的 我现在目前所做的 我现在是在西海岸 然后是在做一个engineer manager 然后我继续做的话 那我当然希望为了五年 能够职业生涯中能够更上一层楼 然后我现在在做 一直在做一个公益性组织 在给他们做志愿者 然后我当然希望能够继续 然后也希望能够碰到 志同造合的朋友 能够成立自己的公益性组织 同时我也希望能够有一个side business 能够真正有自己能够盈利的产品 然后能够把它做大做强 所以从资源 喜欢程度和自信程度 以及以自信 我也给自己打了一个分数 就是从零到一百 我发现我基本上是有80%左右吧 不管是资源也好 喜欢程度也好 自信程度也好 和自信心也好 这是我的第一个outside的计划 第二个是 比如说遇到了裁员 或者情况发生了变化 我必须做其他的事情 然后我发现 我可能还是会在西航岸 但是有可能去世界各地 如果情况允许的话 然后去旅游 然后我应该还是会坚持 做这个志愿者 在这个公益性组织 然后如果碰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也还是会 就是成立自己的公益性组织 因为如果真的 遭到了裁员的话 我应该有更多的时间 来做这个business 然后能够更快的变现 然后可以有自己的产品 然后可以把这个 这个business能够做大做强 我自己比较吃惊的地方 通过做这个 autistic plan的第二个计划的时候 我发现其实 我可能资源并没有减少 因为虽然说不打工的 就是没有固定的收入 但是实际上 变了很多 所以因为资源不能说 完全是拿到的那个金钱 对吧 其实时间也是资源之一 然后我发现 我其实时间多了很多 所以总的来说 资源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然后但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是应该是非常喜欢的事情 可以自由的选择 所以喜欢程度 自信程度和一致性 都有提高了 然后第三个 当然是最理想的时候 就是说但金钱不是问题 然后面子也不是问题的时候 你真正想做的是什么 我自己仔细想了一下 其实如果金钱和面子 都不是问题的时候 我很可能就不会在 在现在这个地方了 我很可能会去一个 其他比较温暖的地方 然后也可能在世界各地 traveling 当然我现在做的这个 公益性组织 因为我可能还是会 一如既往的做志愿者 也可能会跟其他 志同道合的朋友 成立自己的公益性组织 肯定会做自己想做的 business 对吧 然后也会有自己的产品 然后可以把这个 business 做大做强 所以说资源 因为金钱和时间 都不成问题的话 资源肯定是能够达到100%了 然后肯定是做自己 非常喜欢做的事 然后因为跟自己的价值观 人生观 工作观肯定是一致的 我自己比较吃惊的地方 是因为我可能要去 搬去其他的地方 或者在世界各地 traveling 我实际上自信的程度 其实是比较低的了 如果我选这个 这个奥迪赛计划3的时候 我自信其实是有所降低的 所以这一点我也比较吃惊 但我非常建议大家 也去对个小的测试 做这个实验 因为可以更加的了解你自己 非常推荐给大家 做自己的生命设计师 结合老子的智慧来解读 和分享感悟 第五部分 围盗日损 在前一部分 维学日益的基础上 用各种不同的方法 来设计你的人生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 就是老子所说的 围盗日损 要学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关于人脉 人们通常的想法是 比较无效的想法是 建立人脉 只是在利用他人和虚伪透顶 真正的这个问题是可以重移的 实际上建立人脉 不过是在请人指点迷津 所以咱们可以选择去建立人脉 书中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你在一个陌生的城市 你开车问路人去哪个地方 很多时候 人们都会告诉你 应该怎么走 很多时候人 很多时候都是 愿意 给予帮助的 所以建立人脉 并有什么不好 只是在请人 指点迷津而已 还有一个比较无效的想法是说 找工作的时候 说我再找一份工作 其实你可以换位思考一下 从业这个问题 实际上你是在努力 拿到几个工作机会 想一想自己要哪一种 A 是头第38份履历 但是一个工作机会都没拿到 第二个 是进行了56场对话 拿到七个工作机会 顺便建立很棒的专业人脉 一个无效的想法是 做出正确的选择才会幸福 这个问题是可以重移的 其实选择没有正确和不正确 重点是要用好的办法来做选择 什么是好的办法呢 第一个是要收集和创造 就是前面我们所讲的 维学日益里面那一个部分的 要用各种各不同的方法 从装注 游戏和新流三个角度来 设计你的人生 或者设计你未来五年里的 奥德赛计划 对吧 来收集和创造各种各样的办法 然后就要进行节选 筛选出来你比较愿意做的事情 在这个节选以后 然后进行一个选择 选择完了以后 比较重要的一点是要学会放手和前进 怎么放手呢 就是到家所生的 静能生会 要静下心来 好好想一想 Let go 放手 然后当你把自己的头脑放空的时候 实际上是能够找到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情的 书中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位同学 他一直在纠结 究竟是应该读十年的医学博士 还是两年的公共卫生硕士 他的目标是想成为一个 能够对医疗进行改革的一个人 然后他自己也进行了完全各种不同的人生设计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应该去读十年的医学博士 因为这样子最差的情况还是能够当一个医生 而你读两年的公共卫生硕士的话 你如果将来想去推动你的那个医疗计划改革的话 你作为一个公共卫生的硕士 你说的话是没有分量的 所以他其实已经做出了选择 但是他虽然做出了这个选择 他没办法放手 所以他一直在纠结 到底是要浪费十年的时间呢 花费十年的时间去读一个博士 还是折三万折内三高 还是读两年的公共卫生硕士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时候书中给出的建议是要放手 定能生会 要把自己的头脑放空 然后就往前面走 既然已经做出了选择读十年的医学博士 就去读十年的这个医学博士 他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中 比如说休克啊 还有各种决定去哪个医院实习啊 这种都能够帮助他将来 更好地成为自己真正想做的那份工作 就是成为能够作为改革 对医疗进行改革的领袖人物 所以当他真正能够放手往前进的时候 他就成为了医学院的一个冉冉上升的新星 选择还有一点是老子所说的 少则得多则获 其实选择不用太多 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就是说 比如说是六种果价的时候 在超市里里把六种果价进行促销的时候 会发现最后买来的人是有30% 而当你有24种果价的时候 虽然有很多人停下脚步 但真正最后买的人只有3% 所以多数人只有办法在三到五个选项中 有效地做出选择 这也就是吻合了老子所说的 少则得多则获 另外一个实验室 请一具学生去对画进行一个排列 排名选出一二三四四幅画 然后告诉他们 其实第三幅和第四幅画的话 是有多余的 他们可以选一幅带回家 然后大部分人都选了第三幅带回家 但是把这些学生分成了两组 一组告诉他们 你们带回家以后就不能够再换了 这是A组 B组就是说 你们带回家还有机会 你可以如果不满意 一个月以后可以回来换第四名那幅画 所以比较有趣的结论是 那些A组告诉他们 不能换所选的画的那一组 其实对自己的选择是更满意的 这个比较惊奇 就是说其实你没得选的时候 实际上你是更满意的 所以其实也就是像老子讲的 少值得多着货 比较无效的想法是 人们常常觉得我什么都有 才叫幸福 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个问题可以从与 幸福是放掉不需要的东西 还有一个比较无效的想法 是认为生命是有限的游戏 会有赢家有输家 其实生命是一个无限的游戏 既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 还记得最开始说的 自知者明吧 要把你想做什么事转化成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因为所事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时候 你就会去做所为 当你做的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就会成为 becoming那个理想成为的 成为那样的人 这是一个循环 人生其实没有对错 你走的每一步路都会算数的 做自己的生命设计师 结合老子的智慧来解读和分享感悟 第六部分 圣中如实 老子说 百人至高 死于足相 所以 总是要跨出第一步 咱们要勇于尝试 这本书中 我们要学会对失败免疫 因为你积极行动 趁早失败 fail fast 生计失败为成功之母之后 你失败的痛就会消失 因为生命是无限的 没有绝对的赢家 也没有绝对的输家 你永远在往活出自己的无限游戏 你在努力的设计生命 向世界呈现你的美好 所以你其实是不可能失败的 生命是永远不可能解决的棘手问题 只需要打造通往前方的道路 让自己越来越能好好活着就可以了 然后你要进行失败的重移练习 找出成长的心得 老子也说 圣中如始 则无败事 一种无谓的想法是 这是我的人生 我必须自我设计 实际上 这个问题是可以重移的 活出生命 设计生命的方法 是与他人合作 你可以有一个团队成员 这个成员包括 支持者 参与者 亲友团 还有一个小组 这个小组要做到 能够尊重 保密 全新参与和有生产力 也可以有导师 导师可以进行辅导 与给建议 然后生命设计没有大功告成的那一天 无效的想法是 我设计好自己的生命 我终于完成了这件麻烦事 接下来会一切顺利 其实不是这样的 生命是好玩 没有尽头 一直打造前方道路的设计方案 从团队到社群 可以拥有共同的目标 定期聚会 共同的立场 去认识别人 也让别人认识我们 我们要找的是由参与者组成的团体 某些团体的成员 谈论人生的概念 某些团体的成员 真正在谈自己的人生 评论者与参与者不同的地方 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需要找到那些参与者 回到前面的例子 23岁的艾伦 他仍然喜欢石头 他仍然不想当地质学家 但是他发现 组织分类工作与人事很适合他 他喜欢做这些事 所以他多做几次生命设计访谈以后 他和一位从事 线上珠宝拍卖的新创公司 联系上了 然后他在访谈的过程中 展现出了自己对石头的热爱 以及天生的组织能力 然后那个公司就对他感到很好奇 然后也就把他安排了工作面试 两年以后 艾伦不断升职 现在是全面掌管公司 时尚拍卖事业的专案经理 第二个例子的 那位35岁的珍丽 在努力找出自己的裸盘 从事个人修行 开始听见 并信任内在的声音 他发现自己写日记的时候活力充沛 然后他开始利用下半的时间 培养写作能力 如今成为了讲者 作家和诗人 然后第三个例子的 谭纳他原本是抱怨每天半夜醒来说 我为什么要过这种生活 但是他利用了自己的好奇心来重溢这个问题 然后开始 这种类型的工作究竟哪里有趣 为什么人们会日复一日的来上班 然后他和同事进行了很多的生命设计访谈 寻找乐在工作的人 找出他们究竟在做什么 通过这些生命访谈 他发现问题不在于自己的工作 而在于他的心态 他前面把所有的心力都放在了事业成功与家庭责任上 他注重目的与手段 完全忘掉了他工作的意义和人 其实对谭纳来讲 他完全不改变生活 他就能脱胎放骨 他从与了自己的工作职责 从注重结果到注重人 他找到了他工作的意义 所以他就也越来越开心 越来越快乐 最后咱们做一个复习 涉及生命需要的五种心态 第一是要有好奇心 对这件事情感兴趣的人 他们想知道什么 这件事情的原理是什么 他们为什么那么做 他们以前是怎么做 最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然后这个领域的专家是怎么说 为什么他这样子说 我不懂什么 我如何去找出答案 第二是行动导向 何不今天就试试看 马上采取行动 我们有多想知道 怎么可以做 怎么做可以来找出答案 第三 哪些事情有办法执行 尝试过后可以学到一些什么 第三是重疑问题 我内心真正的观点是什么 第二 我为什么这么认为 其他人有哪些观点 第三 找出那些观点 接着放下自己的观点 从他人观点描述问题 第四 把时间拿长 一年后再回头看 会有什么感觉 第四是觉察 你走过哪些步骤 前方又有哪些步骤 占据你头脑的事和目前的步骤 是否相关 你是否采取了正确的步骤 超前还是落后 如果一次只想前方的一步 会发生什么事 最糟糕的情况会发生什么样 可能性有多高 万一发生了你会怎么做 最理想的结局是什么样 显向心中所有的问题 苦恼 点子与期盼 问自己是否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是不是感觉就不一样了 第五 是通力合作 你可以找一个会支持你的人 谈一谈你目前正经历的事 请对方用五分钟回馈并讨论 你正在努力的事 和哪些团体 哪些人有关 你是否有与他们连接 和所有的人对话 每周找出能协助你的人士 和对方联络 写下他们提供的答案 与求助结果 然后找到一位打师 打电话给你妈妈也可以 然后还有两件事 第一是 你要知道你是谁 你的信念 你所做的事 彼此能够配合你的人生观 工作观 价值观 是否一致 能够是否过着一致的人生 第二个就是要practice 你要透过相关的练习 掌握自己的情绪 提高觉察能力 你要花点时间与力 去做各种修身养性的方法 最后 我们来结合老子的智慧 来对这一本书进行一个总结 总的来说这一本书讲的就是 要知人者智 智智者明 讲的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 首先要善始且善终 我们要以终为始 然后也要慎终如始 然后当你卡住的时候 要学会像水一样 善上弱水 居善冤 动善始 然后我们要为学日益 用从专注 心流 游戏三个方面 来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 来设计自己的人生 用五年的计划来设计 奥德赛计划 当你一成不变的时候 目前的生活不发生改变 你会怎么做 如果万一情况发生了改变 你会怎么做 还有就是当金钱和面子 不再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 这样子来设计各种不同的人生 设计好以后 你就要开始进行围盗日损 这个时候要记住老子所讲的 少者得 多者祸 其实要学会做好选择 然后要懂得尽能生会 要学会放手 然后才能前进 最后就是要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要勇于尝试 要反思复盘 要自我觉察 这样子能够不断的前进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视频再见